我刚刚把重点回顾一下 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些练习 你可以从机师Ctrl 区 机师运算 然后透过什么呢 拿一个工作表物件的名称 去做目无的方法 那你before或after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before的话 就移动它到 第一个是移动到1 第二个移动到2 那如果你要after的话 是好像更简单的 有没有after的话就移动到 那个after suit.com那个就可以了 不过好像suit.com要打很多字 算了 所以为什么用before 因为字比较少 有没有 如果你这边如果after的话 你可能要打suit 然后suit.com 那相对的话 好像字要打比较多 所以算了 我们还是 你们可以多方去测试 OK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suit除了用move 我们前面也用add 新增工作表是add 对不对 那如果说呢 suit的物件里面常用的方法 不怪是add move 删除的话 我们有用过 delete 然后呢 复制的话呢 就是copy copy也可以是after或before 你要copy到他的右边还是copy到他左边 也是可以用copy 所以基本上这些方法 就差不多 copy他什么 delete add 然后 名称改变 ok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刚刚有提过 如果说我今天 我们这个清单 如果你不要放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因为你担心说这个地方不知道放哪里 最后可能要按右键把它隐藏 可是隐藏又不会被人家知道说这边H 这边好像多一个东西 所以好像又觉得不知道放哪里好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刚才放在正列里面 如果你这个清单 假如说你不知道放哪里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放在一个正列里面 那这个正列的话 有点像把一个清单 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变数正列里面 这个变数里面可以不只放一个资料 他可以放假设13个资料的话 那你要建正列的方法 第一个一定要宣告 其他变数不用宣告 但是正列一定要宣告 所以今天的话 如果我今天 假如说我要产生在VBA里面 产生一个那个正列的变数的话 那名称叫做MyShits好了 就是这个有点像 我在记忆体先配置一个空间给他 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切割 至于怎么切割的话 你可以看到MyShits里面的话 后面加一个关键字叫array 然后呢我分别放第一个 分别放第二个 分别放第三个 一直类推 就把这个清单怎么样 分别放进去 大家理论上可能这样 可能原来是这样 就它可能这么长一串 假班到嗨班 但问题是因为太长了 有时候如果假设我习惯 当然是把VBA不要放到最大 旁边看不到怎么办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enter它 但我前面讲过 你enter不能直接enter 你如果enter的话 你记得一定要先在哪边 先在任何你要换行的地方 的空白后面再一个底线 再按enter 这样才ok哦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underline的话 那它就不会把上一行跟下一行当成是同一行 ok 然后呢 MyShits里面就放什么 放个清单了 那我要怎么去存取它 很简单 就是用MyShits刮壶里面放0的话就是第一个 1的话就放第二个 是不是说正列的话它的顺序一定是从0开始 跟刚刚那个table那个很像 编号一定从0 其实它也是array 网路上那个都是array ok array里面 所以我们回圈的话我就for i等于0 0的话就抓这个 0到12 为什么0 因为这个编号一定从0开始 那你想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从1开始 1到13 可以啊 但是问题你将来怎么 要把它减1哦 这个概念有就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习惯 反正我减1没差 有的人觉得说我减1我不要减1 那这种写法 每个人习惯写法不同 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所以哦 Shits后面的话 如果要抓甲班过来的话 记得就是这个正列的名称 里面就给它一个数字 给它0的话 那就抓到甲班 所以甲班过来 move before 到哪一个 哎 第一个的前面 所以i等于0开始 所以这边记得要加1 刚刚从2开始就要减1 所以这个数字加1减1 你只要大概知道就OK了 不要写错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什么 用正列的方式 来做什么清单的排序 这个主要就是说 就像刚刚讲了 如果你今天不希望 不希望有这个清单 你把它删掉都没关系 但问题你没有这个清单 刚刚那个方法就不过客 你刚刚那个驴子一定挂掉 因为没有清单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应该就没问题 只是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排好序了 如果我要颠倒排序的话怎么办 把这个正改1就可以了 有没有 1的话就是一直都放低一个 后面就跌跌跌到前面 我看一下这样应该就颠倒 有没有 假斑到亥斑 如果说我要让他左边排到右边 应该是什么 i 加1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左边排到右边 有假斑到亥斑没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阵列的方式 来做排序的依据 关键的地方记得 如何产生一个阵列 1宣告一个阵列名 这个阵列的名称自己取 你叫ABC也可以 然后这个MySheets的array 你就要把资料给他的话 就加一个array开头 小瓜糊 里面就放你要放的阵列 这个从0开始 所以0到12 如果你要取得他的话 就是 序子瓜糊 0的话就抓到甲斑 甲斑就过来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那个清单不放在eSale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用阵列的方式来完成 因为我比较少用到阵列 主要原因是因为eSale本身是可以放 但如果你不会用阵列 说真的你就把它放在边边角角的位置 其实倒也是ok 只是说你多一个 多学一个方法 对于你将来在写程式上 应该还是有帮助 这个地方 而且也刚好有同学也常问到说 是那个阵列很重要 为什么也都不特别讲 因为其实 eSale里面的储存格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看得到的阵列 ok 已经有阵列在那里可以给你用了 你何必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呢 可是还是有的时候非得要用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还是非得讲一下 可以跟各位讲这部分 好 那试一下 阵列部分 阵列其实 在那个 每一种语言里面都非常重要 像Python里面 也常常用到阵列 而且用到比例还非常高 而且在Python里面 它只能用虚的不能用实的 为什么 因为在Python里面没有eSale 它没有办法把资料放eSale 像我们这样子 储存格的方式存取 所以我觉得好像相对起来 在Python里面写程式更虚 就是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ok 你说难度 我觉得 当然看得到一定是比较具体一点点 所以 可是其实逻辑上 我自己是觉得是差不多的东西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用阵列来做排序之后 待会我们来看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假班 让派班是三班 分别把这一个工作部 把它分割成12个工作部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然后分割完之后 我要再把它合并回来 又该怎么做 不是用人工 不是叫你一个个慢慢存 那它存到 存在这次看 它存很久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们待会就来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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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